來 第五名 來年兌現實吧 第五名是 浩如 浩如 恭喜你 我們是因為 雅浩如是去年的第一名 所以他今年是 我應該要 今年要來頒獎人才對 講一下感言 我覺得那個製作單位說 我是百搭王是真的 真的 因為你知道我跟 像玉琳哥 我們是從幕後工作人員出來的 就是你要講職場 我們也可以講 對不對 辛苦談 然後當媽媽了以後家庭 我在每個製作單位 跟製作人聊天 他們對你充滿肯定 他們就覺得什麼話題 你都可以把它詮釋得很好 因為生活經驗 我們可能有比較 比其他人多很多的生活 有時候一整場 悶到底 只要你一開口 整個氣氛就活絡起來 也是因為會講故事 很多人會有包袱 就是不能講這個 他就沒在怕 我沒在怕都可以 那來個貓事吧 對啊 那來個貓事有沒有 那來個貓事 妳有辦法像牆牆這樣嗎 不要 他這樣子沒辦法 不行 我都幾歲了 我們現在老中青 老中青三代 他們後面服務入獸 我們前面是老中青 對啊 我兒子搞不好都可以跟林翔結婚 唉唷 可以喔 對啊 我兒子都活中了 我兒子有 妳婆婆就是姚浩如 那我可能會怕 妳走太遠了啦 我兒子很帥 我兒子長得像柯震東 唉唷 好巧 妳剛剛說 她當妳婆婆妳會怕 我剛剛就叫妳不要再宿敵了 妳來 沒有 哪有跟她很好耶 沒有 因為我這樣 妳要說 唉唷 浩如姐怎麼會是我婆婆 她就是我姊姊 那我問一下 那浩如跟牆牆兩個 林翔妳比較怕誰 不要怕牆牆 為什麼 因為她感覺 就是我覺得她很漂亮 一直想看她 她的感覺就是 妳幹嘛一直看我 然後就會想瞪我 我就很害怕 翔翔是一個很義氣的人 對 她很強義氣 但是我重點是 因為我是她們兩個粉絲 因為她的YouTube影片 我都有看 是 妳是我一些她會挺妳的 她是那種會挑 所以她挺妳的 妳以後有什麼比賽 我就看一下 沒問題 我就看一下 謝謝一下 OK OK 我們看一下浩如的VCR街坊 基本上我選的就是很準的 我就選比較天門的 基本上妳看浩如姐 就是在好看跟難看中間 好難看 她的講故事的邏輯 她其實就是有點那種 不老其事才沒有不廢 其實聽久了 是耐聽口碑型的 當然就是浩如姐 因為在靠北她老公的時候 她是真心在靠北 講到所有人妻 婆婆媽媽的心坎裡 這個 這個妳看 她都已經選了 妳們都幫她選一張 這麼看起來比較俏筆 她平常都是罵人那個嘴臉 感覺就是 妳去這被她罵 我覺得是楊浩如 因為我就超喜歡聽她講 她每次罵她婆婆 老公啊 所有人的壞媳婦 這個台灣的壞媳婦都要看她 因為我覺得浩如姐 囂張跋扈的表情 顏色非常好看 罵婆婆 拍起來 罵老公 拍起來 罵鄰居 拍起來 也浩如 每次我只要跟我媽媽吵架 我只要看她的故事 我覺得很減氣 哇欸 減氣很辣 都是玻璃媳婦 妳是大家的出氣筒 玻璃媳婦 很棒欸 我是講說大家 媳婦的心聲 真的 有的人敢怒不敢言 妳就幫他們發言了 對啊 我們看一下浩如在節目中的精彩表現 因為我之前去水上樂園玩 我連戴泳帽 跟泳鏡 都有人可以認出我 我就想說天哪 那我應該知名度還蠻高的 對像這種電視台這種地方 就更應該了嘛 譬如說開車進來 那警衛大哥就說 哪一位要錄影 我說大哥 我那麼常來 妳不認識我嗎 然後就拿對獎器說 呂文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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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車 三里正門口就有一個警衛擋在那邊了 他就說錄什麼 我說大熱門 他說大熱門 哪一位 這樣他就要看那個 我就說楊皓如 他用對獎器說 大熱門送羊肉爐 大熱門送羊肉爐 這是真的假的啦 我還有發一個 我還有發一個文 截圖以前 2018年 2018年 不是去年 我們家族喔 從國外回來的12個人一桌 當天就直接到那邊浩浩蕩蕩的 穿過那個排隊的人群 走進去到櫃台 我說 我是藝人楊皓如 他說蛤 藝人 你們是只有一個人嗎 其實我就約他出去玩了 他的確有帶他公婆 但我們兩個家庭一起出去 其實有三個家庭 兩個家庭一起出去 我們就要玩牌 他講的話就有點嚇到我 他就跟他婆婆說 但你出來玩就已經很好了 為什麼我們連打個牌你還要跟 他說輸得算你自己的 贏掉要吐出來 他跟婆婆這樣講 掌聲鼓勵 非常厲害 其實我們欣賞皓如一點 他在講故事的時候 他就可以一人分次多角 而且每個角色都恰如其分 他可以一下婆婆一下媳婦 世界上婆婆何其多 你看我把大家心聲講出來 你說出了很多媳婦的心聲 還有很多受盡老公的怨氣 可是礙於前面不好意思去發洩 代表說人妻們 一種共同的出氣筒 對 我在菜市場也很受歡迎 因為每個人都有婆婆 對 每個人都有感同身手 OK 太厲害 讚 讚第二名 開始要開心了 因為這個 第二名 第二名 第二名就開心了 對 小鐘你覺得會是誰 我覺得 我覺得可能 可能 我覺得可能是警官 警官 警官應該是第二名 他就像黑馬 他是黑馬 你看今天一身黑之道是黑馬 他今天出現在這邊 我就已經嚇一跳了 對 所以說更讓我嚇一跳 他可能會串到第二名 我應該今天到警型廳 有可能 他現在到今天這個時間 他出現的時候 基本上會有很多可以幫助他的人 對 我覺得他應該第二名 不要小看那種四中粉絲 我覺得他應該是第一名 最後應該是強強跟那個 林鄉 林鄉還是在拚 對 他們兩個我認為一定是兩級 對 他們兩個是兩級 你們兩個一定有一個第一 有一個第六 一個火 一個水 真的嗎 有可能 有可能 來 揭曉 第二名的得主是 林鄉 謝謝 我現在發表感言了嗎 要 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因為我竟然有接到這個 因為我上樂草店 應該補到三次吧 就三次而已 然後還可以成為就是人氣王 謝謝大家 我們來三次 我們來三次 先補十數幾票 他來三次就第二名 這還有什麼好錄的 沒有沒有 而且都起 你們兩個剛剛不是說 你們剛剛不是說 不在乎這個排名嗎 他現在怎麼在乎起來的 沒有沒有 沒有在乎排名 這一口氣有點吞不下去 對不起 對 你教你跟他們撒嬌一下 對啊 對不起啊 你們在我心目中都很厲害 都很會搞笑又很帥 很年輕 他們兩個在你後面 人家 好像來索密有沒有 沒有啦我猜 我真的都是看你們長大的 唉唷 青春就是本錢 對 來 我們來看看那個 那個觀眾 一個藝人朋友對他的 觀感是怎麼樣 來健康必須啊 唉唷 那是 這個設備 你還要選嗎 我手自己是家人 手在哪裡 我手在這裡 妳在咪 妳在咪 唉唷 一定是林鄉啊 這一排 這都是啊 所以首推啦 人氣啦 我一定會選第一個是林鄉 為什麼呢 因為宇文姐姐是她的乾媽媽 然後呢 我的乾女兒 要幫我賣我的寫生年曆了 所以我一定要很好地發言她 林鄉 記得媽咪喔 應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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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耶 但是我覺得是林鄉 畢竟林鄉的人氣 也是現在最最紅的啦啦隊 對 為什麼妳會認識林鄉 因為她放球 因為她包包太多了 很漂亮很可愛 算林鄉 因為林鄉就是男女同姿啊 喔 OK啦 所以妳看 正面肯定這麼多 對 這一年喔 受很多委屈 但是也辛苦有成啦 真的喔 對不對 在我們節目有精采影片 會不會剪不出來啊 因為妳就傷那幾次 妳全部剪出來 而且那幾次好像也不怎麼精采 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 看我剪成怎樣 像那時候轉啦啦隊的時候 不熟悉的是 壓力多大 跳舞同手同腳 你不要再一直提了 但是經過不斷的努力跟苦練 現在已經 哇 那個 舞技非常的驚人耶 阿型震盪 你看 你看你看 有 有 多厲害 對 如果妳就會發現我以前的照片 到我現在的照片 然後他們就一直覺得我偷偷去熔爐 但是因為就真的沒有 然後他們就一直說我死不承認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真的沒有我要承認什麼東西 對啊 然後我本來想說 不然我要證明一下去拍個X光片什麼的 我就算了 還是不要跟大家文基起舞好了 就是讓他過去吧 剛剛 這些照片是 應該是隨機起舞 文基起舞是早上 然後聽到我急的時候 我就起來練舞 沒有啦 就是不想跟他一起蝦虎 然後看他沒有覺得我在吵心 我今天還妳清白好不好 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好不好 照實話說 好 妳媽媽胸部是不是很大 我媽媽就是偏有肉 但我妹妹不大 好 那這怎麼了 那這什麼 可能從事女生的 你跟他在結論 沒有 好像詹老師比較好笑 OK 所以媽媽大概多大 年紀啦 70 欸她幾歲 快86 沒有她說她媽媽只是肉 她沒那麼大了 所以她們家遺傳 有一點遺傳 真正大師她爸爸大 你不要亂講 我們現在 好來來來 接下來接下來 來誰誰 我看18號好了 妳要問誰 我想請問林翔 什麼問題 公開戀愛之後 會不會擔心被球隊提出去 好犀利喔 好犀利喔 觀眾好敢問喔 不是很清楚耶 還是要等那個 長官們告訴我 有這個 現在還有這種 球隊有敬愛力嗎 我認識了啦啦隊幾乎都有男朋友 是啦啦隊有敬愛力 是啦啦隊有敬愛力 每個隊不一樣 是啦啦隊有敬愛力 還是球隊有敬愛力 球隊 球隊 所以啦啦隊是可以交男朋友 只不能交球員 是這個意思嗎 對 是這個意思 為什麼 是這個意思 沒有 她會影響到 當然啦 因為啦啦隊球員 同球團之間 她有情緒嗎 對 這樣不是會加油的更賣力嗎 有什麼 對啊 我知道如果怕不 他們可能擔心這個球員 前一夜怎麼樣 第二天上場腳軟 對 不是啦 應該是如果感情不順的話 怕會影響事業 會影響事業 不是啦 是我會管他去殺 我這個愛就是一定是 就愛 生活任然後轟轟烈烈的 我一定愛的所有人都知道 你要跟我怎麼樣 跟你鬥到底那一種 因為我也愛我是可以 我就算那種 全世界最浪漫的 火燒啊 怎麼樣啊 那個氣派招的 就好像是演一場電影一樣 胖屁啊你知道嗎 你各自交男女朋友OK 不能彼此 是嗎 你覺得辦公室可以 辦公室戀情 對啊 就是這個概念啊 是這個概念 現在還有辦公室戀情這個事情嗎 那當然不行啊 像我們同一個辦公室 我也不能跟你談戀愛 對 很漂亮 你是有家室的 沒有啦 沒有啦 球團跟拉隊有淨戀令沒錯啦 但是這個條款喔 也一樣啦 英文講的It's depend 看狀況啦 對啊 這個不一定啦 能不能排除淨戀令的約束 都是看實力啦 你有實力 你沒事啦 就不用怕啦 你OK啦 如果他越打越好的話 反而就覺得這個很棒對不對 反而談戀愛還有幫助 那如果他打越來越差怎麼辦 那他進檢查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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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是你男朋友的話 我會用生命去拚我的成績 對 我覺得這還算男人 對 表示說我愛妳的話 我又再證明給你看 我證明根本不會影響我成績 我反而打得更好 來啦 豐田也有療癒的新招 我要介紹一個日本新奇的療癒法 這個叫 大人捲 大人捲 就是把人捲起來 真的啊 其實很簡單 用一塊布就可以讓你捲起來 然後那個感覺就是很像 在那個媽媽的子宮裡面那種感覺 就是被包起來 很包起來 被包起來 彷彿回到媽媽的子宮 對 OK啊有圖嗎 有圖嗎 看得像的啊 其實現在很多日本人 特別去學這個課程 好奇怪喔 就是把自己包起來 他這個是一種像打坐嗎 meditation還是 其實裡面有很多效果 比如說包起來的時候變溫暖 也可以訓練什麼 那個 核心 核心啊什麼的 很多效果 那誰幫他包 有專門包的人 可以幫別人 別人幫你包 或者是自己包都可以 其實自己包 自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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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跟粽子一樣 對啊 現場試試看 而且被包起來很無助耶 然後外面的人如果要打他呢 怎麼打他呢 對 這個需要最後有人幫他解開 其實還是要有家屬在啦 對 對 就是要看最後一眼再包起來 有信任的人這樣 好啊 試試看 再做那麼多人你要挑誰 你應該不是看外表的啦 對 對 我一定不會看外表 那就蘿莉塔啦 我要選李湘 李湘 你這個色胚 沒有 把它包起來試試看 好 就是讓林湘體會 體會一下 回到子宮的感覺 回到子宮的那個感覺 OK 來 林湘 林湘都知道你要挑他都脫好鞋而已 看 好 你幫我動一下 我挑一下 要坐哪裡 坐 等一下 你是受過專業訓練 你真的會包喔 你坐這邊 坐這邊 面對我 面對這邊 對 你不要 小心喔 我覺得他會兩個把他一個 然後這個 還是你們兩個進去我幫你們包起來 沒有 沒有 沒有啦 自己會再進去 然後把兩個人包在一起 太下流了 不會 你不要做那些骯髒事喔 這樣子 來 廣子包 這樣好像新娘喔 等一下 好可怕 這個布 這個布好像人家飯糰那個 這個布真的是 包飯糰的 不是 他是一定要選有一度的 有一定的彈性 跟暗口氣 要透氣 對 然後板這個的時候特別要小心 那個精度要跟他確認一下 什麼精度 就是要夠夠精 夠夠精 因為你講話我都要特別小心 這個 這樣子 你確定這個在日本是真的嗎 可以 真的喔 真的喔 空田 真的喔 你不要包完要跟我說這是在整人喔 哈哈哈哈 不會不會真的很療癒 所以你在日本你也這樣子被包過喔 有有有有有 其實真的蠻療癒的 那這個日文叫什麼 大人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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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就一個一個 不好意思喔 欸咻 要包那麼緊嗎 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好奇怪喔 很有趣 不舒服可以講喔 可以講喔 不好意思喔 可是這樣子不會很憋嗎 那你這樣有回到子宮的感覺嗎 好像有一點耶 你還記得你在子宮的感覺喔 我記得啊 我怕愛耳記憶耶 大概拔了之後呢 你可以往後躺了 那手 直接躺嗎 對對對 後面有墊子 那你幫他扶好啊 扶一下他後面 頭 扶一下頭 對 真的嗎 可是枕頭枕頭 要不要放在頭上 可以嗎 還有他有那個 所以還OK 這樣子很像那個什麼 蛹你知道嗎 蛹有沒有 蛹 蛹蛹 蛹蛹 蛹蛹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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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蛹蛹 這個很 很神奇耶 是嗎 林湘你現在什麼感覺 林湘 我覺得很舒服耶 你看 對嗎 可是會不會很憋 如果有密閉恐懼症 會不會覺得很可怕 後面然後 他看得到外面了 他整個看得到外面 他還蠻透氣的 可以綁緊一點 那裡面是一定要盤腿做嗎 對 你的腳現在在哪裡啊 這裡 腳底在這邊 可以踢著外面 他腳是被折上來的啊 對啊 沒有他剛剛叫盤腿 盤腿 然後就外面的人可以搖他 搖我 真的搖會不會很想睡覺 可以讓他滾動嗎 不建議 他會動 這個是梳腰 梳腰 好像在肚子裡面 除非他自己去滾 不然林湘你滾看看好了 你滾看看 來繼續往前 再滾 再滾 對 很棒 太黃色了 就是有紓壓的感覺 快 回來 回來 好紓壓喔 真的 我覺得滾起來 可是頭會不會暈啊 滾起來更好玩 滾起來更好玩 更好玩 更好玩 立塔 妳來好了 真的妳需要紓壓 那個林湘真的可以 滿舒服的 所以這是可以推薦的方法 滿推薦的耶 而且我發現他跟我睡覺 其實我也是滿喜歡 握在被子裡面 然後捲起來 尤其他很方便 他也不用去買那個 笑死人的什麼 嘆息機器的 欸 就是一塊布耶 一塊布 對 一塊布就可以 來來 你是不是想吃 真的啦 蘿莉塔妳來試試看 可以啦 你可以嗎 這個舒服嗎 我真的很懷疑 真的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真的真的 你們看起來好像Baby 豐田 我覺得我們來發展這個副業 我們就 開店 租一個像道場的 那樣的地方對不對 一個空間 然後就一塊墊子 然後一塊布 我們就負責幫忙人家包 成本過低 好像可以喔 這個聲音 沒有 我們就放一些冥響音樂 喔 對 放音樂 放一些喜多郎那種冥響音樂 放人家翻起來 包起來就看不到了 就包起來 小屁啊 壓力好大 不會啦 很舒服的 很舒服的啦 等一下 Volita 放鬆 放鬆 重點 我覺得妳這次綁比較緊 而且是死結 不會啦 妳放鬆 妳放鬆 等一下 等一下 要瘋了 等一下 也太用力了吧 要瘋起來了 太用力了 妳這樣 妳這樣以前的飯桶很像 妳剛剛比較溫柔 有嗎 油渣嗎 妳現在怎麼這麼舒服 差很多 差太多了 妳剛剛 在打包裹對不對 對 對 乾淨度 量比較多 溫柔 妳現在怎麼這麼粗魯 一點點不舒服 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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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而且跟男生女生 男女朋友這樣子 不是因為鳳妮 妳剛剛太粗辱了 有嗎 人家好不好 妳把他綁得那麼 妳這麼粗 無意識 妳剛剛弄鱗槍 都是很輕這樣子 對啊 他剛剛弄得超有力的 因為我對女生特別好 而且他也沒有問我說 這樣會不會太遠 他是直接這樣子 然後我就直接 直接被壓下來 就有點那SM你知道嗎 對 有這種感覺 妳有M的那個性質 沒有 我覺得 我是SM 去揍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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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管說像這個大人包是不是 還有羅伊塔的那個炭氣小物 看起來很怪異 但其實如果你喜歡這種 輸壓方式的話 恭喜妳 妳是比較健康的族群 對 因為妳願意去嘗試新的東西 妳不會把自己侷限說 這個能做 這個我不能做 對 有時候我們的壓力來自於說 我們認識的太少 我們對這個世界了解的太少 那妳如果自己願意去嘗試 這些新奇的東西的話 其實妳會發現說 哎呀 我以前在糾結什麼 對 妳會覺得說海闊天空 那在心理學的領域 有所謂的子宮療法嗎 我是真的有聽過 是 有的人不用一塊布喔 他把自己縮在桌子底下 可是要這樣子啦 就是在子宮的姿勢 這個就跟我們瑜伽做嬰兒式 Child's pose嘛 嬰兒式就是跪在地上 然後你把自己捲起來 這樣 那樣是可以的 可以的 甚至有更激進的方法 有人就是把妳放到棺材裡面 蛤 什麼 棺材 棺材 神官發財喔 有輸牙 就是讓妳去體會 體會那種就是說 死亡 死亡跟 死亡跟附身的那 復活的那種感覺 那這個用意是怎麼樣 就是讓妳面對死亡 妳就不再害怕這個事情了 應該是說我們中國有句古話嘛 不知死焉之生 對 如果不知道說 你生命其實是有極限的 你現在50年 可能你剩下 能夠活的天數就是 可能是 一萬五千天 那妳就開始每天到說 這一萬五千天 我要怎麼樣過 對 所以躺進光材裡面 體驗那種感覺 那為什麼不直接 把自己推進那個 那不可逆了 妳不能真的點火啊 人家像那種假壁爐一樣啊 就是用燈光效果 然後假裝自己被燒這樣子 等妳開這家店 太恐怖了 人家會想去啦 這樣還有紓壓 對啊 這樣很可怕耶 壓力超大 感覺是黑道尋仇會做的 就直接去紓壓會館就好了 沒有 哪裡像都紓來壓就好了 紓壓 就紓壓 十一點熱小店 胸膛炸 不翹不落 浮上桌 今天的攝影棚跟平常不一樣 怎麼了 以前進來就是工作的氛圍 今天一進來 也奇怪 香香的 也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一看起來 整個臉就是一個 龍心大躍的感覺 榮端煥發 對 這是我們錄影的第一場 以前這一場應該都是 要死不活的 必須要靠意志力 沒想到今天精神特別的好 怎麼了嗎 而且你為什麼有一個名牌 嘉義彭于晏 不好意思 我見過這麼多年的努力 終於贏得 這哪來的你自己 這一次我不要出去 大家都沒有 我跟你講 這個命中注定 冥冥之中會有兩個人 中間有一條線 僅僅的 細柱兩方 你會發現現場有一個人 一有一模一樣的名牌 找看看 林香 你為何有跟玉琳哥一樣的名牌 來 林香 看她講為什麼 跟解說為什麼 中間的那條紅線 對 選擇性的講 不要讓她知道太多我們的秘密 好 就是我跟玉琳哥一起 愛什麼 一起 沒有 一起什麼 一起主持一個節目 嚇一跳 她那個斷句短頭很奇怪 對 她說因為我跟玉琳哥一起 一起主持 我有點損害樂傷 對 然後我們那天去體驗房務人員 去 那那個民宿 飯店 他們很有心就幫我們兩個 製作了這個名牌 因為房務人員不是都有這個名牌 對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 我們相約要珍藏 見名牌如見人 對 珍藏這個名牌 以後如果戰亂 我們走私了 彼此不認識對方了 就要拿著這個 還是就輸出了 再看幾次 能破境重圓的故事 我覺得名牌不錯 但是我覺得她稍微 你知道 有點不夠大氣 我們製作單位準備了一個 很大氣的 我倒是不知道有這個東西 嘉義 彭宇彥是不是 來 越搞越大 這裡這樣 我跟你講 我再這樣繼續搞下去 那我跟台灣孔流有什麼兩樣 應該差不多走向那個路線 就在往自己臉上貼金 對啊 沒有造成彭宇彥的困擾 我也不好意思 因為彭宇彥每天一早醒來 就是好像各式各樣 她的訊息很多 她想要搜尋一下 自己最近有什麼新聞出來 都是妳的臉 一聽你們的主持已經開始了 對 有沒有擦撞出一些 威廉沈歡樂送 威廉沈歡樂送 自播快兩年了 那過去就是梅集 有不同的女孩 對 然後我們這個新的型態 就固定 固定由林鄉跟我一起 來做主持搭檔 所以喜歡林鄉的觀眾朋友 要隨時鎖定 要訂閱 按讚 開啟什麼 小鈴鐺 叮叮叮 OK 來 回座自己 好期待 這個我可以拿下來的 好 妳看著我 我自己也滿尷尬的 對 妳會有那種尷尬的感覺 有 所以今天不只林鄉很鄉 我們現場還有非常多位 都會讓我們攝影棚變成 滿滿的都是女神 對 讓我們歡迎 吳苡萱 歡迎 歡迎林鄉 哈囉 大家好 他們三個衣服一致 因為他們現在有一個新團體 叫做 你看現在 樂天女神 這三件衣服是去新門町借的 還是怎樣 這是我們的團服 妳們的團服 我們樂樂隊的 對 所以妳們平常表演的時候 就要穿這樣子 對 什麼啦 OK 歡迎你們 我們左邊 這邊也是來自 各行各業的不同女神 好 首先 直播女神 派派 歡迎派派 派派家有 新身分可以透露嗎 可以 就是新手媽媽 哇 生完多久 兩個月 對 才 剛快要兩個月而已 妳們有辦法想像嗎 生完快兩個月 看不出了 給我長成這個樣子 對 完全沒有任何的 對啊 有啦 還是有一些小肚肚 來 很有辣 恭喜 生情是很好 所以 生完小孩 妳覺得 生活上帶來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就是累 拍拍是我們的流量女神 每次跟她拍影片 流量都報告 當媽媽以後 用不同的身分 開始直播 改賣母音用品 賣母奶 正好跟老公一起來 上談話節目 因為我們談話節目 都喜歡找夫妻 一起來聊 老公是可以曝光的那一種 可以啊 可以 好 下次來玩一下 OK 接下來是我們的 明魔女神 玉涵 歡迎 女神玉涵 這個老鄉好了 不用再特別介紹了 明什麼這樣 你的老鄉好了 這很壞 而且妳今天還跟她請女神 對啊 很壞 對啊 故意的對不對 我沒有 我的心有靈心 心有靈心 一樣喔 就算妳變心的 我還愛妳喔 玉涵的招牌動作 這是愛嘛 對不對 這是愛 這樣咧 不愛 這是妳發明的 對 她發明的 好可愛喔 OK OK 好 來 最後這位是我們的 重機女神 耶 主族 大家好 主婦很厲害 看她重機 對 完全看不出來 妳跟重機會有關聯 對 但是我最近的 休閒娛樂就是在騎重機 妳瘦巴巴的重機倒了 妳爬得起來嗎 可以啊 而且我 通常女生倒車都是舉手 請男生來牽 我都自己牽 靠自己 對 女神這一條路 一定是吃很多苦 現在大家看她們光鮮亮麗 是 然後人前人後都非常受到歡迎 但是不知她們背後呢 也付出了很多的心酸血淚 對 女神的心酸 我們誰先 林湘來講好了 來 妳的心酸是 龍翼雀場 球迷狂虛我 球迷還會虛妳喔 對 那球迷是不是 孫生派去的 不是 不是 就是我本身其實滿喜歡跳舞的 可是我覺得 台上跟台下還是不太一樣 然後那時候我比較 沒有舞台經驗 因為我那時候都在網路世界裡面 那時候我剛加入啦啦隊 其實還不太了解那個生態 然後很多時候就是有一百首歌 就是突然隨機下 你還沒有馬上第一時間反應過來 所以就會緊張 然後就確定 所以妳們的模式是這樣 是妳們有一百首 妳們也練了一百套 對 可是她每次突然play哪一套 妳會措手不及 對 但我們會立馬就是反應過來 那會譬如說一百首裡面 譬如說十首是差不多的舞嗎 還是每一首都不太一樣 OK 妳怎麼講話那麼老實 妳一直說表面上說一百首 其實也是一首 因為不凡哪一首都是這樣 每一首 然後第四首是怎樣 第85首 妳們都不一樣 有時候手勢 妳從右邊開始 右邊開始 對 然後有時候可能我們左邊右邊 然後結尾姿勢是這樣子 還是這樣子 就都差不多 對 但是很有二十組動作 然後不同的組合 然後我就很容易卸場 然後表情管理 就沒有辦法控制好 我今天有帶那個 我整個 卸場的影片 出車禍的表情 這是沒有管理好的畫面 對 來我們看看妳下面有管理好 變什麼樣子 我大搶拍 好慘喔 好慌喔 好慘喔 妳那個 妳那個就是 眉魂附體 傾向稻草人 但我覺得 現在跟以前真的差很多 因為現在是 一週只要學一支就好了 但我們以前是一天 就要學三支舞蹈 所以我們那時候 腦農量是直接爆炸 妳像剛剛那個影片 妳整個靈魂不在那裡 對啊 而且超慌張 那個是妳加入球隊 多久的時候 不到一年 不到半年 可能三個月吧 然後妳知道自己在幹嘛嗎 我知道我已經搶牌了 然後我的臉就是 怎麼辦 怎麼辦 出事了 可是我現在 我現在搶牌 我就會很自然的 就是妳知道 裝裝可愛 那現場的球迷 大家有虛擬 他就是 因為那時候 我們有一個 的版 就通常都在罵啦啦隊 然後他們就一直說 我非常不適合當啦啦隊 他們是留言 還是現場就開罵 就可能 我到底是少了嗎 對 那有時候 演唱會會這樣 唱不OK 那種拼盤式的 丟那個螢光 丟雞蛋 沒有 如果是以前的模式的話 像這樣的話 我們會直接到那個休息室 然後學姐會直接大罵說 你剛剛在跳什麼東西 好可怕喔 你不知道你剛剛在跳什麼嗎 為什麼動作這麼亂 可是現在是可能會就是 現在如果是妳呢 妳會怎麼 你現在到底在跳什麼 沒有 他在跳什麼東西啊 跪下 不會 他一定不能吃飯 不會 但不會這樣 他只會拿他手機 開始狂拍我 所以你剛剛很好笑 所以剛剛那段就是 林彈排的 沒有啦 沒有啦 可是我真的覺得 鄉進步很多 因為像我們今年一開始 就是在跳那個 開場舞的時候 我就是 我沒有上班 但是我看到轉播影片 我第一眼看到就是林鄉 整個人在發光 就是他變得很有自信 然後跳舞也都有跟得上 就是有 沒有拉低大家的數值 就退電了 有被嗎 真的是容易 所以言蝦之一 就剛開始 他確實會拉低大家 我跟你講第一眼 我確定說學姐有討論過 就 就說他到底適不適合 他為什麼 林鄉 你在幹嘛 怎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雕舞 雕得很 就是學姐們在一起 講到林鄉就頭痛 對 就是你知道他長的外型很漂亮 對 又不能沒有他 對 因為畢竟他新聞點很多 你知道 整個樂天女孩 感覺有點酸酸的感覺 畢竟他新聞點很多 就是你知道大家 因為他樂天女孩又更有知名度 也是因為你 因為他會通常突然Cue一段 我就覺得 對 他以前看到我 我跟看到鬼一樣 他就處於 很正常吧 他就處於一種 香香的女孩遇到 你應該那麼好 他一直處於一種驚慌的狀態 因為我那個時候 製作單位哥的腳本是說 他們有舞蹈基礎 然後呢 所以我們就故意要弄他嘛 就隨時Cue他跳舞 他每次在那邊聊得開心 好壞喔 他看起來就是一個 容易認真的個性 對 那所以現在就是已經 蛻變成新的一個鈴香了 我們是不是要現場來 驗收一下你們的舞蹈 來來來來 剛好今天穿這個團服來 對 三個為我們來簡單 來表演一段我們的球場應援 好 厲害了 一箱彈 帶來的球場應援 掌聲鼓勵 舉手好準 對啊 出滿自信 對 太厲害 林鄉完全 退去了之前的那種羞怯 對 完全就是那個相當有自信 當看他們呢 你不覺得說他們到底有多了不起 這個一對照之下就會發現差很多 來 我們這個團體叫做 韓 韓族派 沒有 他們要學嗎 你們 你們會拉這個應援舞蹈嗎 應該可以吧 你們真的可以嗎 他們要教我們吧 好 那三位在前面 然後我們三位在第二排 然後跟著一起做 來 你們現在在旁邊帶動跳這樣子 對 你們就在前面 你要分解動作吧 對啊 分解動作 我們都很簡單 我跟你講 觀眾朋友期待你們跳到多厲害 真的嗎 拍到嗎 好啊 拍到可以 我們最近有一個新的就是很夯的舞蹈 叫做海盜舞 海盜舞 然後我們的手要這樣子 基本動作是要這樣 對 基本動作是這樣子 然後右手是要這樣子 對 往上 然後一直轉 一直轉 然後身體往前 前 前後 前後 一個八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手要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 手要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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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重點是手抖動 好 沒有 怎麼辦 沒有 怎麼會 你自己抖動 我鏡子沒對出來 所以你們沒有那種 重點就是 扁動 扁動 扁動落空那種 對 好久 麻吉 麻吉 山正出擊 超久以前的哏 這是我 還不是妳教我的 換什麼名字的口號嗎 來 一起來 海盜應援 好 那我們就照妳的口氣 好不好 口號 妳在帶動喊 我不會 來 五 六 七 八 扁動 扁動 火燈 五 框 麻吉 麻吉 山正出擊 好 掌聲鼓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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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身體下運動一下也好 對 妳們這一張就是很適合回家 就不論是情侶或是增加夫妻 對 妳說夫妻沒事在那邊這樣 扁動 扁動 我有時候都會跟我老公跳那個 就覺得很可憐 妳們這麼有情趣 好 我講太多了 那海盜應援跟阿型震盪差別 到底在哪裡 我怎麼看起來都很像 其實都差不多 不太一樣 對 我覺得妳兩個 林淡真的很老實 我覺得林淡真的講話很實在 講一排一首 她就說對 跟同一首是一樣 然後我說兩個字有什麼差別 所以其實都一樣 我都看了 阿型震盪是怎樣 主要是有律動 一個是這樣子 然後 鬧 好 那海盜 海盜是這樣子 阿型 海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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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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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當在海帶拳 喔 海帶拳 我們不會跳得很看起來 是都很像 對 你是不是有點喘了 對 要休息一下 對 那林淡應該感同身受 因為妳算是迅速創紅 妳有感受到人家的 對妳的 我發現就是話真的不要亂講 就是真的要經過大腦才講出來 像我之前去去年 因為一張吃西瓜的照片爆紅 然後妳 妳最近很愛吃這些有的不的 去年是西瓜 今年也是吃甘蔗 然後青蛙 對 看這張照片真的很厲害 對 女生也會喜歡 會覺得那個角度 就很自然 然後身材又很好 很日系 對 吃了西瓜 然後那時候新聞標題就是 一直嚇我是胸板黃姐 我就很迅速的在一夜之間 長了20萬粉絲 對 然後之後呢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偏 逼的那個正版的黃姐也去吃西瓜 妳可以拍了一張 妳可以拍了一張 對 然後後來我就是 可能上節目我就是說什麼 我希望可以讓大家看到別的面像我 我可能有在學別的東西 然後可能新聞就是會比較 截取一些比較勁爆的內容說 林湘不想靠奶當花瓶 然後這句話就是一直在酸民間流傳 然後他就說妳不想靠奶 妳幹嘛一直出寫真 可是我還是要出寫真啊 就是我也沒有說我不想靠奶 因為我公司也有都有其他規劃什麼的 他透露的原因應該是說 我除了有身材之外 我還想要再去多學一點別的東西 對 我是這樣子想表達這個意思 只是因為新聞的片段截取就是說 林湘說不想靠奶當花瓶 然後大家就是一直覺得說 我就是想過這句話 我就是這個想法 但不是 林湘真的很可愛 對 就是跟我在節目上看到他的 感覺不太一樣 對 不太一樣 但是他本人是真的 就是一個很容易認真的體質 對 跟他聊天的樂趣就是 他不小心就會露餡 會講真話 這一排都是 這一排都是 我發現女神有個特質 就是他們的外表看起來就是 就是跟女神一樣 就很性感很漂亮很高貴 但是你真的在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他們其實 他們的本質上都很善良很單純 沒錯 而且那個網友是這樣 人家靠身材到底有什麼不對 這點我也是很疑惑 就是身材大家都愛看 其實他們會認識他們也是因為 愛看他們的身材 所以台灣就是什麼最多你知道嗎 偽君子 正義魔人 偽善 假盜學 對 酸民 所以就像你這樣子 就大家要多跟你學習 就直接說 我都只看身材是不是 沒有 沒有應該不是我 就是人人那麼愛看 對 女生有時候也愛看 對 而且我覺得任何人 他懂得去表現 他全身上下的優點 都是應該一個值得鼓勵的事情 沒錯 但是特別是對於這些女神們 大家要多給他們一些尊重 對 沒錯 也謝謝女神們 帶給我們今天這麼美好的夜晚 記得我們每週五 晚天九點我們的 威廉沈歡樂松會更新 我們即將跟林鄉 一起為大家散播歡樂 散播愛 一起散播 謝謝 謝謝 洗臉熱炒店最搞錯 不嗆不辣不上桌 每個人不同的體質 是 有人隨便吃就拉肚子 對 有人喝水就胖了 還有不能喝牛奶 對 有人天生一朝黑體質 吃這個也養 吃那個也養 說這個也不對 說那個也錯 對 就是做什麼都不對 你會嗎 你應該不會吧 我剛剛真的有認真想過這個事情 我好像還好 因為我還沒有到那個level 我這幾年比較沒有 我前幾年常常 對 聽說 每次就是媒體看到你就會湧上來問你說 今天發生什麼事 你有什麼想法 那我也不怪媒體 因為我自己也是屬於不講 會養那一種 對啊 你就是啊 Truple Maker 對 可是董哥你發現我這幾年改變了吧 改很多 我就不大講了對不對 對 因為我發現錢就是這樣 偷偷賺 你現在這幾年不太講 是因為啊 你根本沒有時間講 你都在主持節目 那我可以講 說的也是 是真的 以前是你是高高在上 你製作人 我們來幫你賺錢 你不要講成這樣 好像我是吸血鬼一樣 對 你當然可以到處開開玩笑 跟人家社交 喝酒 對不對 老闆跟現在做完工就不一樣了 今天的現場來賓呢 真的都是要跟我們來分享 他們這個命中注定的 招黑體質 對 那有些可能也是就是不小心被造謠的 有些是莫名其妙 就是躺著也中槍的 我們先來歡迎 剛剛我們已經看到的 來 大家已經 董哥 董哥 謝謝 謝文全 余祥全 好強 好強 我們地表最強 啦啦隊女神 林霞 恭喜 恭喜剛新婚嫁給富三代的 造謠 就是你造謠 造謠 對 我覺得你常常在造謠很多事情 他造謠的 我造謠 他不就是新聞寫的嗎 他上次來說他是模特兒 你又把人家說你富三 先不是最流行那個嗎 他富三代 還有那個店說什麼 祖傳三代 目前是第一代 還有這種的 至少我上次講了句話以後 他不承認我說新聞寫富三代 這不是好事 但是目前是 對 所以 所以 我們證明一下 他是模特兒 他就是一個一般 而且也沒什麼工作的 然後很窮 很窮 詹老師今天來 是要幫我們做什麼 沒有 他自己也常被黑 對 他自己也常被黑 對 我時常跟余祿哥在一起 他就時常告訴我 你少開口 你真的擴重口出 會是西黑體質之一 這樣 幫大家分析一下運勢 對 他自己也會西黑 然後 第二趴他會幫我們測制一下 測制 這個很重要 我們要知道怎麼改變我們的體質 所以我們就先來聽聽大家 到底多悲慘 就是明明不是自己的錯 還可以被搞得狗血淋頭 我們就挑一個 看起來比較Turbo那一種 很Turbo耶 現在 被懷疑 偷偷整大 這聽起來很Turbo 這應該不可能是詹老師吧 對 這也不會是蘿莉塔 如果 也不會是你好不好 如果整完是這樣 那個診所也會要打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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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意思 這個沒有別人啦 一定只有林鄉啦 對不對 對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 因為我從以前就很喜歡自拍分享 然後呢 就是有很多人就會 發現我以前的照片 到我現在的照片 然後他們就一直覺得 我偷偷去融入 然後還有很多自稱自己是專業醫美人士 就說這個一看就是有放假體 一看就是有自體 就是自體脂肪去填充 但是因為就真的沒有 然後他們就一直說我死不承認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真的沒有我要承認什麼東西 對 然後我本來想說 不然我要自領一下去拍個X光片什麼的 我就算了 還是不要跟大家文姬起舞好了 就是讓它過去吧 這些照片是 應該是隨機起舞 文姬起舞是早上 然後聽到我急一下我就起來練舞 沒有啦 就是不想跟他們一起瞎胡鬧 看他們又覺得我在吵心 我今天還妳清白好不好 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好不好 我一直摸過了吧 妳要照實話說 好 妳媽媽胸部是不是很大 我媽媽就是偏有肉 但我妹妹不大 那 那 這怎麼了 可能重複義武生的 怎麼爛結論啊 沒有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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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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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說老人我們就只能報上 Ст Ye un 害我們好期待你知道嗎 因為網友很疑惑嗎 派僕大概怎麼解釋 通常媽媽大的女兒就會大 這遺傳 爸爸大得兒子會大 爸爸長的我害你 對 不會很大 你這講的道理對 真的 所以你就長啊 對阿 對不起 好可怕 好可怕 林湘你講完了嗎 我講完了 就是一直被黑衣服說成了 我要幫林湘證實 因為我是證實過的 我們沒兩個禮拜 我的助理 你有促成過嗎 沒有 我的助理是一個女生 有一次在更衣室 然後她就測試完以後 回來就告訴我說是真的 因為女生一碰就知道了 是 現在做的都很真 水滴型的對不對 磨滴啊 現在有個磨滴啊 以前是什麼矽膠啦 沒關係 你自己的身體你自己說了算 對 是真的啦 是真的 那就好了 我們就不要再 但董哥你直覺林湘有做嗎 我還真的在前陣子啊 很有緣分 我們出一次外景 叫今晚去哪裡嘛對不對 今晚住誰家 沒問題 沒問題 我沿路都覺得 他的應該是 不會是假的 對啦 因為Q彈嘛 就跟村庫一樣 跑在田裡還會 會彈條的 有有有 從遠處這樣跑過來 我們在田裡面啊 外景嘛對不對 全部在山上啊田裡面啊 拔菜啊幹嘛的 對 然後我之前還有在那個 YT就有拍影片 然後就是可能是開玩笑 因為有時候需要做點效果 我就有講過 我希望自己的胸部可以小一點 然後就是一直被 酸民拿出來編 但我是開玩笑的啦 對 不是講這個他們就一定會覺得說 喔你是在炫耀是不是 對 那時候沒有多想 之後會緊人生心 人紅召妓嘛 人紅召妓啦 對 還有類似那種說 希望以後不要再靠奶 這句話是這樣子喔 然後他說 希望以後不要都只是靠這個 這個話本身沒錯啊 好啦 從那一天開始呢 只要他稍微露一點 網友就說 你不是說不要再靠奶 他是說以後不要 不代表現在 對不對 而且女生偶爾露一下 展現自己曼妙的童體 美妙的身材 如果這個有問題的話 那金鐘金曲金馬 通通那些女藝人都不要穿了 都不要穿成那樣 那些低胸的禮服 要租給誰 要開插 對 低胸低到肚臍啊 對 開插開到腋下 開到腋下 對 然後被裝長出來穿啊 對啊 這女生人家穿太多 嫌人家沒誠意 對 人家穿少一點 要酸人家 對啊 這什麼意思嘛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才說那些酸民就是 活在社會陰暗角落 自私不負責任的 小螞蟻 要不然你想 你就平和一點 左邊弄大 右邊弄小 不是 我們就是要尊重 尊重穿衣服的人 對 你自己選擇怎麼穿 怎麼展現自己 我們就應該祝福你這樣子 然後欣賞 而不要這樣子算 不信的話 不然阿寇 你對這個事情的看法是什麼 幫你女生 勇敢的露出自己的身材 這樣的事情 很棒啊 而且林香真的很香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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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林香算你的菜嗎 是啊 對嘛 他之前有PO文發我 然後回家要背那個 那他是不是你的菜呢 我之前有挺他 我之前有挺他 對 林香會喜歡這樣男生嗎 滿酷的啊 對 就是秀套比較特別的 對 一年四季穿長袖 一年四季都穿長袖 馬上夏天要來了 對 他的褲子脫到裡面 裡面還有一件毛褲啊 對 真的有毛褲啊 真的有毛褲啊 真的有 我們哪裡穿毛褲啊 熱死了夏天 他穿了 這很藝術啦 背後呢 背後是什麼圖案 背後是 對啊 背後是那個國父遺囑是吧 沒有 真的有耶 耶穌 耶穌耶穌 耶穌耶穌 阿明 來林香你說 我發現那個 新二代真的超級常被罵的 就是沒做什麼也會被罵 像迪卡上就有一個 非常有名就是 歐陽妮妮 他只要在他的IG或社群發一張照片 就會有一個人出來靠北他 表面上好像是在稱讚他 但是私底下就是要偷摔他 你說會有固定那個人嗎 對就有一個叫做 永遠為妮妮而活的人 那個人的名字 不是在包他 是扁他 文字上好像在稱讚他 但是私底下就偷摔他 然後有一陣子我就是很常 就是上新聞 然後結果那個人就開始就是罵我說 林香你不要再搶歐陽妮妮的新聞了 你不要再撥版面了 有什麼關聯啊 對就自己也躺著也中槍 但是他們 我發現新二代很常就是被酸民攻擊 會不會因為你的新聞就佔據了歐陽妮妮的版面 是這個意思嗎 對他們就是這個意思 對啊她說歐陽妮妮跟你宣讚啊 沒有因為她拍了一張比基尼照片 然後因為我平常很常發這種照片嘛 然後她就說 你也宣讚了 林香你看到了沒有 就覺得非常荒謬 來我們下一個 說話不算話 這個還好 我的故事剛剛玉琳給我提到 我之前我在IG分享說 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到我身材之外還有別的地方嘛 是是是 比如說我在啦啦隊上跳舞的樣子啊 陽光可愛的樣子 結果這一句話一直就被新聞扭曲成 林香說 然後之後呢所有人都 我只要可能出血真或是拍比較性感的照片 然後他們就說 你不是說你不靠奶當花瓶嗎 你不是說你不露奶了嗎 對然後就是被扭曲了 然後就說我說話不算話 你看滿滿的喔 好多喔什麼 對 人生攻擊的話 對反正就是他們就會非常喜歡攻擊我 但那句話我從來沒有講過 轉日本當女主角 對啊他們要叫我拍AV什麼的 對啊 所以董哥你要釋懷了 至少不會有人叫你去當AV 不是啊 我有什麼條件給他 我跟詹老師比起來真的是 朝查理 拿火腿比香腸了真的是 來香香 兔年的香香帶一點 兔子會出頭 又帶兩個口 兔子又有窩 那你看到沒有 上面是不是貢 暗藏兩個王 有沒有看到王 有兩個小王 對 有小王 不是那是小王啦 是兔中之王啦 在事業裡頭是蒸蒸日上 很棒耶 暗藏一個衣服的衣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一件衣服的衣 有沒有 代表披彩衣有殊榮 所以演藝生也來事業 演藝生也來事業會蒸蒸日上 那這個衣代表一件衣是 衣服要多穿一點 OK 我會的 那就是一件一件穿回來 對 又向上提升 這樣子人家就會看到 身材以外的優點 對 他就是告訴別人說 我不是靠這個 我靠我的才華 這個再吐了一點是加分 可以可以 有妳這句話我就放心了 因為我們2023年過完年以後 威廉省話的這種決定 讓他全部穿上去 對 對 希望都穿高齡 夏天也穿高齡 靠頭的 靠頭毛衣 很棒 加深 對 謝謝專老師 有些人很奇怪 就是明明沒有做什麼事 但還是會特別容易被罵 而且罵他們的人 好像什麼都可以罵 但是呢 剛剛那個我們已經測過字了 希望今年大家都有好的運氣 真的聽起來就是OK的 對 對啊 就明年看他們的運勢來講 應該都非常的順利 不會再昭黑了啦 年底來上這個節目 就代表明年要做好運 真的 真的 超級好熟識的 超級好熟識的 我剛剛看了好幾個說 屬老鼠的 明年屬的那個財運怎麼樣 明年屬屬的好不好 什麼都好 就是說 口舌是非多了一點點 沒有關係 這方面要注意 OK 香雪屬蛇嘛 屬老鼠 阿高屬什麼 屬兔 幾年吃的兔 76年 76年吃的兔的話 女性長輩緣非常好 而且 創造發明設計超越過去 嗯 而且人脈人和絕對加 所以有可能寫出更多好的歌 對不對 幾年是 76 那你是56 你們兩個都是66 尾數6的 56 76 86 96年吃的人 86 對 我再講缺點 不要舉手好不好 什麼都好 能言 敢言 狂言 知道吧 能言 敢言 狂言 那玉琳哥是很敢言 那你有時候之前狂言 對 要把它修飾成 叫做心口要醫 要多小心自己的口舌 是不是 那我要什麼樣發言 你是什麼 蛇 董哥謝謝 54 54 厲害了 有家不回 我根本就離婚了 當然會不會 我懂啊 他現在也沒家 因為太陰化劑 有家不回 怕水怕黑 怕水怕黑 不要到水邊去 容易淹沒 還好 還好不會游 晚上開車 你什麼都好 不行 晚上開車 七半一起 把車關的水銀帶給朋友 就是撞車的時候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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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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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撿 你不會撿 不要亂撿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很幸運 他帶著朋友 朋友的福氣和客戶著 真的嗎 好 謝謝 明年都是好運 我們祝福大家 賺大錢 幸福平安 好 謝謝 謝謝 不連行大運 太好太棒 新年快樂 七年快樂 快樂 不連行大運 警官 這個故事真的是 我處理的抓姦案子也不少 那其中有一件是我年輕的時候 在中三分局的時候處理一個 三姑六婆幫忙跟姦 對 三姑六婆幫忙跟姦 中三分局大案那麼多 還要再處理 這種抓姦的事情 我的轄區裡面 有一家 現在到現在 非常全國知名的連鎖飲食店 當時這是一對夫妻 早上很早就起床準備備料 中午11點開始營業 做到下午2點的時候 2點到5點3個小時的時間 老公就會去補貨 那這個太太就跟一些婆婆媽媽 左右鄰居來聊天 4 5點她老公就回來 回來就有一個媽媽就說 妳老公是阿嬤都走在哪裡 沒有啊 就去補貨 補貨那怎麼回事 每次回來都香香的 可能喔 累了回家洗個澡這樣 後來一個 一個阿嬤就說 不對不對 我兒子 她有在做那個 她的真心事 我叫我兒子給妳看看看 跟跟看 那她兒子很義務幫忙 騎著摩托車 就跟到了飯店 跟到了 看到她老公進去之後 就直接上樓了 那 就通知她 在店裡的那個阿姨 156個切剝的 抓抓抓抓抓抓抓 現在在某某飯店裡面 打電話到警察局來 快點快點 我們老公做壞事 你一代神探還要去參與這種事情 我那時候才24歲 剛開始 那時候才24歲 小朋友 人家跟我講抓捐 什麼叫做 我說我還問學長 什麼叫抓捐 怎麼抓 管她就去了 去到了那個飯店門口 那個大廳 她就有五星級飯店 她直接跟妳講 不好意思 不能上去 我們這裡不讓妳上去 沒有那些搜索票等等 我們是不讓妳們上去的 要有檢察官的搜索票 那我穿警察制服 那我說妳們聽到了 那我就回去了 那她回去之後 快逃 等一下 那她說到我就回去了 那回去之後 他們不死心喔 那她老公也沒發現 她那些婆婆媽媽說 妳忍耐 再跟 過了一個禮拜 一樣 又跟 跟到了 又同一家飯店 同一家飯店 一進去的時候 結果那個年輕人 就是那個阿嬤的那個兒子 聰明多了 假設她老公開 就是拿鑰匙拿到807 假設 她說我在805開一間 或804 同樓層 那等一下我的媽媽他們會來 那都給她住宿了 就辦好了 辦好了之後 打電話到警察局來 不是那一堆人 是五星級的人 打到警察局來 她說 我說妳不是我們不能去嗎 她說不行不行 這次你們趕快派人來 快點拜託拜託 到了樓上去 我那個門 她那個門已經被踹快爛掉了 我看到一個男生 你說男生會抱女生對不對 我看到一個男生 窩在那個床角 脫光光窩在那邊 她的老婆在那邊拉她頭髮 那個男的摸著那邊 鬼神哭全黑青 她打那個男的 男的被打 當然男的不反抗了 躲在角落脫光光 色色發抖 然後完全 因為一副很驚恐 然後另外女的在這邊 哀哀叫哭了 另外那個女生全身赤裸 被四個那個歐巴桑 三骨六骨 每個都像熊一樣的歐巴桑 抓頭髮 我就這樣打會出人命 開玩笑 我就趕快拿個浴巾 一拿我就把他們推開 包起來 把那個小三包起來 保護小三 這樣也細力 一個保護小三 不是 我們起來 被我打死 那我就把他包起來 說不要打了 換成那種 好像我是小王 啪啪啪啪 射影也小 那連拳 衣服也被扯爛了 拳頭如魚眼般的落下 拳腳都來了 那是大老婆的反擊 所有人都毛起來打 那我穿警察制服啊 那不管 他就想到你是年輕人 你可能也會做這種事 他就這樣打 他們把我當成小王在打 因為他保護小三 他警察的姿勢嘛 不高興嘛 連他一起處理 後來我就通通呼叫 無線電呼叫 請派出所來幫我扶回去 因為我受傷了嘛 二股全身被打了 臉都流血了 結果來了六名警察一樣 變三股六婆擊退 回去之後 他老公 他老公就講很簡單 我跟妳結婚那麼久了 我們也沒生孩子 妳也沒有個 跟我生個一男伴子 我是想要有個傳宗階段 不然我們好話說 我們不要離婚 後來 他太太原配 原諒了小三 讓他跟小三同住在一起 小三幫他生了兩個小孩 那兩個小孩叫他大媽媽 叫小三叫媽媽 所以等於讓他先生有兩個妻子 然後 從此他那個店開始分店 一家開 兩家開 十家 二十家 三十家 一直開 開到現在 全全部都是小三在幫他控管 通通交給大老婆 那這個大老婆也是通情達理 這個大老婆也很厲害 很厲害 這個跟很大的啟發 你看一般大老婆跟小三 就沒完沒了 沒活不容 結果這個大老婆 轉眼裡想 那我就接納妳好了 那妳也來幫我賺錢 再加兩個叫 對啊 共榮 共存 對 對不對 林湘妳說是嗎 林湘妳怎麼時候抓猴果 對 我是男人的一舉動抓到有小三 我曾經意外抓到朋友的 你抓到 我抓到他朋友的男朋友 然後出軌只因為一句話 那時候我朋友23歲 然後他跟大他17歲的男朋友在一起 可是因為大他17歲年紀也很大 那個男生就跟我朋友說 我想要有小孩 然後那女生很天真浪漫 就覺得 哇 有人要跟我共組家庭 然後就是 陷下去 看粉紅泡泡 對 粉紅泡泡 就先幫他生小孩 事後再辦婚禮 然後一切都看似很美好 然後呢 突然有一天 那個男生跟我朋友說 我要去結招 要把自己淹了 他就跟我分享 然後我就覺得 奇怪 怎麼會有男生突然這樣說 就這麼愛也不會突然這樣子 我就覺得 似有蹊蹺 覺得苗頭不對 嗯 然後我就說會不會是怎麼樣 然後我朋友立馬gay到我的那個 疑惑 對 然後他就馬上逼問他男朋友 他們還沒結婚喔 還是男朋友狀態 然後他就逼問男朋友 然後那個男朋友就 驅打成招 就想說 好啦 那我要自己跟你說 那請你原諒我 他就是不小心 疑惑 疑惑 然後一次就讓那個 疑惑惑的小三 懷孕了 懷孕了 所以他就覺得說 他要立刻去結招 他立刻把自己淹了 嗯 後來我朋友就自己帶著他的小孩 就自己生活 就再也不跟那個男生聯絡 我就覺得那男生 是超男吧 對 我就想說 這男生到底哪裡多好 但他也不帥 也不有錢 就是 所以為什麼是很會 很會哄女人還是 我覺得應該是他很會把女孩子 哄得像小公主一樣 所以每個女生都很願意為他生小孩 對 你看既不帥又沒有錢 都有這樣的遭遇對不對 有時候我們就很怨嘆 像我們又帥又有錢 又得怨嘆了啦 已經很好了 有妻小 今天要講一個是 老公的小三四男人 Oh my God Oh my God 這很激爆耶 全哥 我要大概講一下就是 老公的小三四男人 好有親切感喔 就是那個女 雙性戀 就是一個企業老闆的老婆 她來委託我 董娘喔 對 董娘 她本來是說先觀察一下她老公 她最近覺得她老公怪怪的 就觀察了一段時間發現 她老公是有小三的 可是抓 在這個過程裡面 在兩三年裡面 兩三年 我們抓了她三次 可是這個老婆都不離婚 那到最後呢 有一次呢 這個董娘啊 帶了一個女生來找我 就是之前的小三 之前的小三 拍到的小三 就是我們抓到 抓到兩三次的這個小三 就跟了這個委託人 這個董娘一起來 我公司找我 那她就跟我 敘述啊 說她老公啊 我說我們監控了 可是都沒有發現這種狀況啊 你老公除了出國以外 我們沒有跟 在台灣的時間 我們幾乎都是跟在她旁邊 這樣觀察她 她說這個小三就說 我這個是不是她外面還有小事啊 因為現在出國都 不帶我出國了 她心裡面 就有想法 就趕快跑去跟原配講 我們的利益 不能再被第三個人給分走啊 那就 趁她出國的一次出國啊 到東南亞去 我們就跟著她到東南亞去 哇 當然 大成本耶 這個原配也會跟我們去 原配小三也是跟我們去 亂亂亂 大概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就在她住的那個飯店 在泳池邊啊 嗯 就看到她跟一個小鮮肉 啊 一個男生 大概就二十來歲的一個男生啊 就這樣泳池邊就親親我我 動作很親密啊 我們再看看等等的狀況下 他們兩個進房間了 啊當然 我們知道她在裡面有一些過程 有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趕快聯絡我們的委託人 那原配跟這個小三就衝進去了 嗯 先打誰 反正就一陣廝殺啦 那我們也只好配合 那這個事情怎麼解案 因為你也在國外 因為當時就飯店的人有報警 馬來西亞警方就把我們帶去 派出所 對有當下問啊 這個事情到底怎麼 你們想要怎麼處理 因為 畢竟他們都是國外的人嘛 啊她說還是讓我們 就跟台灣一樣和解啊 還是你們回來台灣再做訴訟怎麼樣的 那當下回來台灣以後 這個原配也跟這個老公溝通了很久啊 那談了很久還是離婚了 那離婚當然 這個老公這個也有該給的 該付的什麼都有付啦 那事後我想一想 我反思啊 這個是不是她老公的一個手段 一個方式 要跟她老婆離婚 你想對了 對 因為她老婆本來很小三 她不願意離婚 對 本來一直不願意離婚 女人會一直為難女人啊 可是當女人如果發現我老公愛的是男的時候 他最心啊 所以男生 那後來老公是跟小王在一起還是跟小三在一起 後面都沒有 後面都沒有在一起 那就是為了求離婚嘛 離婚她海闊天空了 這是我後面的反向思考 我的反向思考 是不是因為為了離婚 而去做了這個事情 因為她這麼的明目張膽 在這種私別人 她知道她老婆一定會跟她 是啊是啊